好 看到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 在昨天脸书上晒出了跟孙子的温馨合照 并且说到我是宝贝孙子的大抱枕 几个月前的除夕宴呢 全家人还相聚团圆 两个孩子呢定力十足 开心的黏着他 可以说是非常的满室温暖 是他跟家人珍贵的回忆 他觉得说生活在台湾其实很幸福 但是呢朱凯祥却开酸了 他说呢 这难道是阿中最新的人生吗 拿孙子来洗偷窥都已经中秋了 你还在跟我讲除夕 这么应该也在洗 那么就知道有多么的急了 对此呢有网友嘲讽说 中秋提除夕跟房一样 怎么总是慢半拍呢 这转得也太硬了吧 好 另外来看到呢 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 日前提出的广设免制马桶的政策 跟网红四叉猫合体拍摄的宣传影片 但是却在影片中做出类似偷窥的行为 对于女性选票 因为大家知道偷拍的这种行为 还有这种模式 其实是女性呢 普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 而这个心理阴影呢 最容易发生的地点 一个就是厕所 公厕 一个就是 我们去买衣服的 试衣间换衣间 那这种心理阴影呢 随着也有像熔炉这样的电影 已经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感觉到毛骨悚然 包含各种的重大的社会事件 发生在全世界 也不是限于台湾 到处都有这个针孔摄影机等等的 这种问题早就是 不同年龄层 许多女性的心理依拟 结果你 陈时中 莫名其妙 这个团队 有一点是说 故意去戳穿 大家的心理最脆弱的那一块 故意去刺激你 让你觉得反感 让你觉得不安 而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是 戳到了 性别议题 觉得蛮不堪的一个部分呢 结果作为一个女性的领导人 作为一个女性总统 对许多女性来讲 本来视你为光彩的 对你有所期待的蔡英文 竟然还来力挺 陈时中这个情况 其实蔡英文今天要救陈时中 她不应该去力挺这个广告 她应该全力的加以谴责 而且呢 要求这个陈时中阵营 赶快进行检讨 这样子还比较有可能直写 可是蔡英文亲自去撰文 力挺的后果 会使得陈时中这个问题 雪上加霜 尤其是这个影片 为什么对陈时中很伤 不只是她的内容 打击到了女性选票 更重要的是呢 陈时中亲自入境去拍摄 那这一点说明了陈时中 作为一个市长呢 完全是不合格的 陈时中宣传公厕装免制马桶 在影片上呢 他还出现了在厕所偷窥的画面 外界就抛轰 这类似韩国电影的 霸凌电影熔炉的桥段 根本是把性骚当有趣 但是蔡总统出席活动时 还大力地称赞力挺 陈时中有能力 在党就炮轰 从临着肩抄袭 到陈时中的偷窥片的惹意 蔡英文根本是瞎挺 只有立场不管是非 陈时中想把台北市的公厕 都装上面之马桶 但宣传影片 他爬上厕所墙面 探头加神秘微笑 让外界瞬间炸锅狂轰 我会做噩梦 把性骚扰当有趣 用偷窥方式呈现好笑吗 还有人质疑陈时中偷看这幕 超像江树校园霸凌案的 韩国电影荣儒片段 看完让人头皮发麻一半 韩国有一部电影叫荣儒 非常多的行政部门 当发生犯罪问题的时候 逃避不吭声 才会演出更多的受害者 民进党 这是你要给国人的台湾价值吗 原认争议狂烧 陈时中赶紧道歉 但名嘴朱学恒PO文 陈时中拒买疫苗不道歉 封存会议记录不道歉 没有3加11记录不道歉 结果拍个偷窥广告就道歉了 大酸陈时中是为了选票才认错 尽管如此 蔡总统还是连两天大赞爱将有能力 连竞选政策都是对阵下腰 网友崩溃狂轰 民进党真的没有良心 开口闭口都是在拉票的总统 为了选举没有是非 挺抄袭挺偷窥 就是不认错吗 从蔡总统下令 全党挺抄袭的临日间 到立体拍偷窥片的陈时中 栽党炮轰难道当小英爱将 犯再大错都不怕 会偷窥 这大概就是蔡英文口中 诚实中的有能力 蔡英文竟然还能够瞎挺的下去 真的是只有立场 没有是非 执政党为了巩固她的一个选票 她当然就是用全党团结的方式 针对这个议题来回复 但是她要思考一下 她现在是执政党 她是总统 为了年底选举 民进党狂出奇招 就怕把禁忌当搞笑 不但没有奇效 反将点燃选民更多仇恨值 借杨桥林玄SNG小组台北报道 公共厕所是不是要换免制马桶 最近引起大家的讨论 但是日本感染科专家研究发现 免制马桶清洁喷头上的细菌 可能直喷肛门 造成严重的绿农感菌感染 由于公共场所 人流出路也很复杂 使用上有卫生的疑虑 国内专家也指出 免制马桶只适合在家中使用 最好不要在公共场所 避免免制马桶的喷头以免感染 不过我们就回过头要来看看 提出这个免制马桶政策的陈时中 来看到今天他出现在目前最新的画面 那么来看到之前 也有黄珊珊问他说 你当初承诺要买4000剂的疫苗 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质疑陈时中是不是在说谎 我们再听听陈时中怎么回应 那这个是由谁来拍片 是外面的公司还是竞选团队 当然整体的拍摄 当然是请专业的团队在拍摄 那整体的设计 当然是竞选的团队在设计 那当然大家得到一些反应后 我们立刻就修正 免得就把整个主题 我们希望要的一个公厕 进步的一个文化 跟一个安全 卫生的一个公厕的一个进步 那就被这个 可能就被我们这样的 一个议题被掩盖住了 所以我们就立刻修正 那也表达我们的歉意 让大家引发的误会 等下说黄珊珊说这个是 教坏小孩不能当做儿戏 我们也没有当做儿戏 所以我们也慎重的道歉 也下架影片修订 会觉得说现在蓝银还是穷追猛打 还甚至要求说民进党要道歉 这样子会变得让这个政策施交 所以还是要回归政策的一个主题 那光是这样的一个责备 并不会让人家来当选 那重要是要提出证件 看市民怎么样才会好 那这个证件的主轴很清楚 就是怎么样提送公共厕所的一个 安全跟卫生 那免治马桶是其中的一环 那拍摄的技巧引发的误会 我们感到很抱歉 方长问一下怎么看最新民调 您是以30.1%的支持度领先 但是数据的显示说 上一次投给柯文哲的 这一次有三成一是转晚投给你 但是其中20到29岁的年轻人支持度 你是输鬼两位对手的 对我想民调都仅供参考 那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会持续的改进 选举还有三个月 我想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民调 可以供大家来做参考 那我们会持续努力 我们努力的重点还是在政见 年轻票落后是一个警讯吗 我想任何的选票 任何年龄层 任何组续的落后 都是一种警讯 那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 你怎么看说黄珊珊 她抛出说当选之后 这一兵她就要把他 好这是我们看到陈时中 在今天已经先做了一个回忆 她说并没有性骚的意涵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